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那些令我们产生强烈共鸣的歌声 深度分析 就是他们能够做到 很好的音量控制 使歌唱声音的情感表达深入人心 做到的收放自如 每个歌唱爱好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学习 也在追求做到声音的收放自如 有效的控制好自己的音量 你可以通过渐强渐弱的纯颤练习 快速的体会到通过气息控制声音的感受 你可以从中音开始 渐强渐弱 再高一点 可以根据你的歌唱能力 来不断的由低到高来体会 来练习 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你应该体会到你的音量的强弱 是由气息来控制的 那就对了 第二个练习就是单音单字的练习 可以练习 可以练习 可以练起来 由弱到强 由强到弱 当然呢 这个练习最好是跟着琴 逐步的按音阶 上行和下行来练习 效果会更好 当你理解和掌握了 在发声时 能够有效的控制音量 那么我们在唱歌时 就提升了你在歌唱时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我们用歌声再来体会一下 啊 啊 国会国会 多少此心恋 光天光天 随着远远 见远 轻轻有远 静望于思飘远 悄悄的风 正我中生 居服药群 在歌唱时 对音量的控制能力 那一定是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练习 来提升你对声音的控制能力的 在下面按照我今天讲的这两个练习 去体会 相信一定会帮到你 如果你还做不好 做不到 我想 那一定是你在歌唱的气息运用上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果这些方面你并不清楚 也不知道该如何做 那就请你订我的学长歌专栏 时节课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跟着练习 歌唱的气息运用 歌唱的发声位置 以及气息发声与咬字之间的配合状态 每节课练习三到五天 两个月下来相信你 在做今天这个练习 你就不会觉得吃力和费劲了 好 祝你有喜悦的一天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 会比较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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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